丢有见别之眼的我 竟然敢被古玩城的小伤犯 和爆发户嘲笑看不起 无奈之下 我转手20块捡漏 买下看得上的价值千万的宝贝 一时间两人懊恼地直抽自己嘴上 你 你 你20块买走了我800万的宝贝 你这是要我命啊 可不止800万 我手里这一枚做工如此精致 而且配有喝图腾 那就是二拼以上的大元所佩戴 我估计价格在4000万以上 呵呵 您才是好眼力 我只能看出年代 却给不出价格 啥 不可能 这捡破烂的怎么可能花20块 就捡漏4000万的预配 怎么可能 这些都是我从批发市场买回来零售的 怎么可能价值4000万 你这老头胡说八道 没错 你的老头一定是这捡破烂请过来的托把 哼 真能装批 你要真有这么好的眼力 干脆去见宝不就行了 捡什么破烂 呃 你们想象力真丰富 各位 我和这位小兄弟之前并不认识 我只是阐述事实 这位小哥手中的预配 确实是价值4000万的宝物 呵呵 老头你说4000万就4000万了 你怎么不说这预配这一个印 师傅 哇 你来怎么也不和我们说一下 咦 小哥你怎么在这 天啊 她不是亚运文化集团的大小姐韩云运吗 她喊这位老先生师傅 那这老先生不就是大名鼎鼎的健保大师赵匡运 哟 小姐姐这么快就见面了 刚刚的事情抱歉了 嗨 没关系了 不过小哥你怎么来这了 不用捡破烂了 云运 这位年轻小哥可是健保大师 你不得无礼 师傅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那会儿小哥捡破烂的时候 还踩坏了我一条裙子呢 他怎么会是健保大师呢 师傅不是经常和你说过 高手都是大银以鱼师吗 这位小哥仅用20块钱 买到了价值4000万的绿霞出秋如意之尊 你说他还不是健保大师 什么 难道是您手里这个 还真是绿霞出秋如意之尊 小哥 这是你捡漏的 嘿嘿 侥幸 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 这老头竟然真是健保大师赵匡 那我刚刚岂不是真把4000万的宝贝 以20块钱卖给了这个捡破烂的 见到传闻中的古玩泰斗赵老 竟然亲自承认 这被自己看不起的破烂小子 竟然捡了天大的漏 男人真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脸上的肥肉吓得忍不住颤 你你 你竟然用20赚了4000万 妈咽 多嘲笑你半天 你竟然几分钟赚了我几辈子也赚不到的钱 捡破烂 我不卖了 这预配我不卖 还给我了 我把20块退你 刚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以为想卖就卖 想不卖就不卖吗 我刚刚哪有说要卖给你 是你自己从我这拿走的好吧 我可以告你偷东西 对了 你压根就没给钱 不信你们自己考 我这可没有收款纪录 呵呵 我就料到你会这么说 我可是录像了的 高手 这小哥竟然一开始就制定好了 如此完整的简陋计划 一小见大 年纪轻轻 就有此等谋略 他将来的成就必定不可估量 古玩皆乃是龙蛇混杂之地 不过也被他一眼给看破其中的轮道 真是一个交易高手啊 完了 证据确凿 这下老板后悔死了 你你 这可是四千万 不行 你怎么的也要给我一半 一半这么少吗 我全给你吧 真的 你不是和我开玩笑 不是你先和我开玩笑吗 你个爽 哼 你们几个别看着 兄弟们都给我上 将会预派 回头每人十万红包 十万块 这可是你说的 你们敢 在这古玩街 你请我愿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愿赌服输 是行规 谁要是你们敢在这里撒野 破坏了这里的规矩的话 我到时要看看你们怎么走出古玩街 韩丫头 叫你保镖出来吧 谢谢 老先生 谢谢韩小姐 没什么 做买卖讲究的就是心甘情愿 要是坏的规矩 以后谁还敢来这条古玩街 赵匡英 你这算是摆架子 别的事情我能给你面子 可这四千万 换了你能忍吗 哼 能不能忍是你的事情 我赵匡英既然有件宝大师的名堂 今天就不能让你坏的规矩 你要是有胆子 尽管试一试 我靠 我是不是在做梦 这简破烂的是剑宝大师 那我刚买的古董岂不是假货 那得我打断一下 赵大师 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这明朝玉墨房的赤语金尊艳是真是假呀 完了 这下要露下 哦 明朝玉墨房的赤语金尊艳存实量可不多呀 嗯 这虽然做工还算精致 但可惜没有神韵 一眼就能看出是个现代方品 竟然真是假的 你的卖假货的骗子敢骗老子三十万 赶紧给老子退钱 退钱 我退个屁 要不是你说这小子是简破烂 老子怎么会小瞧他 也不至于让他轻易在我这买走 这价值四千万的预配 这四千万 你还给老子 小哥哥 我师父一直盼望着 能得到一枚这样的预配 你能把它卖给我吗 四千五百万我买了 韩大美女 之前捡破烂时候 不小心踩坏了你的裙子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这预配就送你了 啥 四千万的预配就这么送人了 这得是什么裙子能值四千万啊 直接送给我当赔礼 这可是价值四千万的宝贝啊 你一个破烂小哥 天天风里来雨里去 才赚多少钱 你是认真的吗 唉 不就是四千万吗 不至于这么惊异 我来古玩街捡漏 纯粹是来捡破烂的 你要喜欢这预配 就当是我送你好了 好了 我该继续去捡破烂了 呵呵 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哥 我记住你了